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如何找到出口 让日子可以继续下去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有意义 继续我们要来看的这一个妈妈 当时就是面对这么巨大的伤痛 已经十年了 她的儿子那时是在独自登山的时候发生山难失踪 到五十多天之后才找到遗体 而妈妈呢 一直懊悔自责 光是想到22岁的儿子一个人在山里面面对死亡 她非常伤痛难过到完全麻木的地步 而她后来出口就是跟着儿子的脚步走进山里 接下来这十年 她从推动修改法令一直到半山野研习营 这是她让22岁的儿子生命有意义的方式 这一个想做的次要工作是那个山岛 你要去爬玉山带队的那个 看自己也可以爬得很爽 Rave 披风 我一直认为有这个机会把柏薇带出来 因为她只是爬山而已 我并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 那每一天每一天就这样子等待这个听到柏薇的声音 可是没有 杜立芳 更多人叫她柏薇妈妈 十年前还在读大学的儿子发生山难 她强忍心痛 自己到山里找答案 她想知道热爱爬山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从来不爬山 我会游泳 但我不会爬山 因为她走进山 更走进大海 她还记得第一次登山 回来铁腿两个礼拜 还差点进了医院 我觉得最难爬就是追路 追路 每一节都是 抬到后来腿都动 都抽筋 那个多大 台阶太大 对 然后抽筋抽得很厉害 你不是会爬山的吗 越爬越勇才对 我是走另外一边 今天团里都是敬艳老道的资深山岛 眼前要登的是海拔六百多公尺的观音山 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 今天我要跟着老三猴 然后她说有挑战的路线 完美来 一二三 我们就慢慢走 不要有压力 但对夫妻俩来说 却不是容易的事 两人都动过心脏手术 在滚门关前走过好几回 这几年却不断地挑战自我 跑遍台湾山林 这几年却不断地担心脏手术 爹地 你要慢 你的鞋底是平的 然后容易滑 要不要我扶你 要不要 避雷 你慢慢走 小心哦 第一个就是说我想要知道 博威为什么会选择 进到这么高的山区里面 然后有什么样的力量吸引这个孩子 我一直在揣摩她当时的状况 所以我也曾下溪谷 我也曾进到山 就是我要找到当时 博威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然后她有没有叫妈妈 这是博威之前睡的寝室 然后我为什么会放一张床在这边 因为做很多的事情 有时候半夜 为了不干扰博威爸爸 那通常我就在这边睡觉 那是个让她心碎的日子 2011年 热爱户外运动的张博威 一个人去南头爬白骨大山 却迷路失联 锦销花了快两个月搜救 都一无所获 她把帐篷放在明显的地方 让救难人看到 另外她把她的遗书 撕成了一个白鹤 白的白鸽就在那种感觉 我们很难受 看到那一个一幕 真的很难受 她求救 求救到她可能觉得绝望 然后她可能判断 她大概没希望 可惜这些线索 没有在救援黄金时间被找到 51天煎熬等待 换来的却是噩耗 一位山友无意间发现 张博威倒在溪谷边 在找到的一周前 就因为失温死亡 感觉就是麻木 我不知道什么叫哭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笑 就是麻木 她怎么也想不到 从小六开始就送孩子到国外参加山野营队训练 这样的意外怎么会发生在她身上 她以为下溪谷就可以求生 因为她在加拿大曾经迷路过 她就是用这个方法然后切到公路 可是在台湾不可能 你下了溪谷就有另外一阶的断岸 有另外一阶的瀑布 这是她每日每夜疯狂比对国外和台湾的地形资料 才得出的结论 儿子遇难之后山难事件没少过 她发现这是因为许多人根本没有山林求生尝试 我们现在走到这里 一般像这边有岔路 我们在登山最容易迷路的地方就是在岔路 当路越窄的时候就要赶快退回来 不要再一直走下去 回归最大的问题是我不认识自己的国家 孩子也不认识 搜救人员更不认识 让我觉得这一个这样的教育应该要改变 在查真相的过程中 她发现台湾的搜救机制出了许多状况 发生山难 搜救人员要靠原住民带路 装备和训练也远远不够 我看到当这个孩子找到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通知任何一个单位带出来 把这个孩子带出来 我觉得很讶异 为什么连已经知道他在哪里 还是没有办法把他带出来 他写了万言书提出建言 奔走立院请求修法 甚至打国赔官司凸显问题 这个案子成了社会瞩目焦点 二审赢了 成了首宗山难获得国赔的案件 最后三审虽然败诉 但他说输赢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也换不回孩子的生命 他只是希望政府重视这个空洞的搜救系统 我从来没有怨 从来没有恨 我只是想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 因为消防人员太辛苦了 没有理由去恨他们 然后另外这个机制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 他一定有他的历史背景 他决定自己先做点什么 办起山野学习营 教大家在登山遇到危险时该怎么自救 为什么我会在2013年引进PAC 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山难发生率 最高的就是高山镇 所以我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相信台湾都已经超过2000公尺的 最少有三四百座 因此这个是很大的需要量 街头对得上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 他有防呆的状态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没有硬的话 你帮我拆一下 过去他对这些救难设备完全空白 杜立芳原本是英文老师 经营补习班和国际书店事业 当意外发生后 决定抛下手中事业 把所有的时间资源 都投入山难救援机制的改善 当时我是横着泪水 很坚硬地跟他走 我必须要这样走 我说不然我在学校每一天都很痛苦 我们台湾的高山因为很多都超过2500 那现在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看得到 他会下降压力到1500 而这个决定让一向陪着他的先生也不得不担心 放掉事业什么东西那个都不重要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天睡三四个小时 这个我就有意见了 他认为说这是我一时意气用事 在这个状况下不明智 还应该是能静下来 但是我很清楚 我很清楚 我用最后的生命去改变一些事情 于是他没停下脚步 山野学习营在全台湾各地一场场的举办 今天这个教育站点是来自各地的专业教官 要指导学员怎么在山域攀树救人 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情境 就模拟有人掉到悬崖 然后旁边的路没有办法走下去 那这时候我就必须要透过绳索技术 让先派一个先锋手 到下面去做一个简单的治疗 好来一二三 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很累 就会好睡 来啦 我打牌 股立方常穿梭在各个教育点 忙着拍照记录 过去救援用的绳索太过粗重 而这轻量化绳索 就是他花了番心思做功课 联络国外搜救专家 奔走许多单位 才顺利引进的 这个装置是几米钱 你这只讲出来 你听过去六遍了 你都可以跟我去救灾了 他还真的跑去好几个山难现场 联络民间救难队 和家属一起找问题 因为很多人告诉我 他们没办法进去施救 我就怀疑嘛 因为一件事情 不要只听别人这么讲 那我亲自到现场 看是不是这个样 我是了解救难队 来了几个队伍 就跟他谈 然后还有把我所知道的讯息 跟他们就是做一个报告 一个人又能改变什么呢 在许多人心中 他冲撞体制 不切实际 是个让人头痛的女罗莎 他说柏威妈妈 没有什么身份地位 那凭什么来指挥我们 那也有不少单位 说柏威妈妈是troublemaker 尤其我在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警戒的朋友说 哪里不死人 那你孩子比较特别吗 他丢下那些负面批评 持续在救难体制里努力 许多消防队员看在眼里 愿意情意相挺 他们牺牲假期 一大清早从高雄开车北上 协助他推广理念 才来桃园还算近了 我们上一场是在金门 所以是坐飞机过去 那我们会愿意做这件事情 也是因为他的精神 其实也有感动到我们 他一直持续这么多年 然后他还算是无常 去做这件事情 那个力量是很可怕 那他的目的也很简单 他只是想要未来 这种事情越少越好 不知不觉 很多在山里迷路的人 第一个想到的是柏威妈妈 来 这边有岔路 我们要往左边走 然后我们要在这边绑一个布条 万一在山上迷路 这一些电话 上面有柏威妈妈的电话 还有极烂手机的那个电话 在许多人心中 他就像山上的母亲 好像找到他 就能给人满满的希望 就是从山友的口中 有得知说 打电话 打柏威妈妈的电话 柏威妈妈会马上联络 这个民间 因为已经有建立一个救援机制 很完善的救援机制出来了 所以速度是很快的 很多人确实很意外 杜立方从完全不了解山野 到现在却走在最前面 带领着资深山友们 了解最新的救难知识 像是他正在讲解的 个人遇险定位器 就是他努力争取开放山友使用的 支联就是在你的所有的装备 都没有办法取得联系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告诉人家你在哪里的时候 我就找到了PLB PLB是全世界误差度最低 最精准的 当你发出求救的信号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在哪里 说到救人就有用不完的体力 他正在募集十万支定位器 让山友租借 然后你走溪谷 像我们手机掉到下面就完蛋了 他掉到溪谷他会自己扶上来 他有福利 他有设计防水福利 他是军规 一个老夫老妻的 还有他女儿 这三个人 就这么搞这一块 这个一块整个 你看教育部他都没办法搞 他自己漫漫无文在这搞 这是我很欺骗他一点就这样 自己一个人在搞 没有公权力 靠着自己的力量 一点一滴的改变救难体制 又怎么不会累呢 孩子走了十年 他没有一天睡得安稳 他没有一天睡得安稳 其实真的累的时候 反正不管如何 都踏出下一步 就比较 不会觉得那么累 你变成一种惯性 反正你总会踏出下一步的 对就是这句话 很累的时候 不管怎么踏出 他们一种惯性 我觉得他指引我做很多的事情 总会遇到瓶颈总会累 但是你踏出去以后 你就会有另外一步的一个收获 所以一直是靠着这个信念一直在走 当思念来袭 他就坐到电脑前 大女儿做的纪念影片 就是支持他走下去的动力 我们去逛夜市的时候 他忽然 在我面前要一百块 我问他说什么 他就哭了 我说为什么哭 他说他没有看到在地上爬的人 他觉得他太可怜了 所以他叫我 要一百块去给他 在全家人心中 柏薇就是个善良的天使 好脾气的他 也一直硬着要求 长成父母想要的样子 姐姐是特教系 也是英语系 然后她是心理系 那我觉得我的学生很多都需要辅导 那台湾还没看到 我希望未来他们能够去走这一块 他们都OK 但直到孩子离开 看到他和同学在山里拍下的影片 做妈妈的才知道 什么才是孩子内心真正的渴望 而这个发现也让他痛苦自责 回想过去对孩子的期待 好几个夜晚又睡不着了 我从来没有去跟他谈谈 他爬山 他遇到了什么事情 而这些东西都是在他的桌面 一段一段的影片 他都拍摄录影下来 放在桌面 是他出事的时候 我才看到那些影片 那怎么样才能让喜欢山林的人 获得更安全的保障呢 十年来他找来山野专家 办起一场场论坛 推广面山面海教育 他也分享生命故事 能多一分提醒 也许就能挽救一个家庭 不必因为山难受苦 我的职位是妈妈 还有我为了生活 而奋斗的一个女人 我一直朝着社会的脉动在情境 十年来他跑遍全台湾各地 推广山海教育 先生就负责开车摄影 过去是工程师的他 也放弃原本的事业 她是太太推动理念的重要军师 也是最坚强后盾 去年先生心脏动脉剥离 突然倒下 动了12个小时的手术 当时我的朋友说 博威妈妈你应该停了吧 你先生出了这么样的事情 为什么你不停止下来 我说我的生命很渺小 我如果不继续前进 我会看到更多的孩子受伤 她还在台东推动办起面山学校 因为相信教育才是最根本的解方 台东面山学校带领了很多错学生 重新给孩子学习的动力 所以台东面山学校 今年还要筹备第二所台东面山学校 因此户外的教育比你准备考试 比你准备就业都要重要 这些年为了推动山海教育 夫妻两次套腰包 从小有积蓄到变卖房子付了债 不少人劝他们放弃吧 我只是感觉到说 这些事好像是打开潘朵拉的饱盒之后 有那么多的事情开始发现 有那么多事情应该要做而没有做 各位山友 这边景点看完 那边有一个点 这更漂亮 对 蛮好的 要谈山还有谈海 还有那么多树 可以去欣赏 爬山蛮好的 爬山就没有时间跟你吵架了 好 加油啊快到了 加油啊快到了啊 加油啊快到了啊 从找出孩子遇难的真相 到跟着他的脚步一起爱上台湾的山林 这是在每回登顶之后 带来的身心灵震撼 这里是观音山 银漢里 海拔616公尺 那周围都是海洋 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海峡 真的非常棒的地方 非常赞的地方 因为他的美 他的壮力 是震撼你的心 还有激起你生命的动力 所以我是真的被山 看台湾的山感动 山改变了这家人的命运 孩子遇难带来的痛 却也化为力量 给了他全新的生命启示 大家都说博威是天使 我想是因为妈妈的原因 而造成博威的问题 还是博威的问题造成我的伤痛 那这样的循环 我想我们两个都有带有使命 我必须要跟着博威的脚步 进到山 博威也必须要尝尽人间的苦难 他离开了在22年的当中 他的生命只有22年 杜立芳说 他只想在有限的生命里 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他们只想尽力而为 让人爱上台湾的山和海 这是孩子教给他们的生命功课 因为过世的儿子曾经说 很累的时候 不管如何都要踏出下一步 所以这个妈妈的脚步不停 做了很多事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要看 另外一对母子一同努力的故事 其实你只有一个小小一个粽子 就这样捏 外面人可能只看你成功的一面 可能背后有一个很辛苦 像我这个手就烫伤了 大家好我是詹怡怡 现在一步一脚印已经有了 专属的YouTube频道了 请您赶快来订阅 相信我 接下来的故事 会带给你满满的正能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